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 参考用书里面的468招的101题里面的问题 但是像我拿到那个书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急着看答案 我是先想想看我有没有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解的方法跟书里面的解的方法 几乎很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用我自己习惯的方法 所以你也不要急着说一定要看他的答案 我就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因为有时候我看他的解答 有时候我看的不是很习惯 甚至我觉得他写的太复杂了 所以我用我的方法 那有哪一些这里面可能会用到 函数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看 就是会用到LEN 会用到一个什么 LENB 还会用到什么呢 Big 5 还有什么ASC 还有Left 有些可能对各位来说有点比较少用 几乎没用过 比如说前面讲过LEN 为什么多一个LEN 多一个B 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关键那个B应该是Bite 因为在LEN是不管中文也不管英文也不管数字 必须算一个字 可是如果你算Bite的话 中文是两个Bite 英文跟数字是一个Bite 所以你可以用LEN算字跟LENB算字的话 它一定会有差别 差在哪里呢 就是差在中文 也就是中文用LENB会多 那多几个字 比如说如果你算这个的话 它会多三个字 那其实三个字就是我们LENB要做的那前三个字 应该可以懂那个道理吧 因为刚好在前面 所以如果中文不在前面的话 那你的解法又不太一样 OK 那当然我这边有放解那个函数的方法 那另外还有用VBA的方法 给各位参考 这个有兴趣同学 你也不妨可以把那个 我们的题目档 题目档也是在云端上 所以在那个哪里呢 在我们的应该Excel的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逻辑函数 我们在范例档里面 这个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 打开来 因为刚好同学问到 里面当然我也很想讲很多很多 那有些东西时间有限 所以自己可以先试一下 这个这个练习题 OK 那这边把它启用编辑 这个是最后答案 答案有 那你把它delete掉 重新来过 那其实你可以先不用急着马上做 你可以先插入 我刚刚讲的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用什么 先LEN 有没有 按确定 那这边的话呢 会有那个13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什么LEN 下面一个 他跟你讲说是 不过他用于什么双位圆主 其实简单意思是 取拜者数啦 不过他解释有时候 有点太那个官方了啦 所以你看半天 反正就算拜者数就对了 那根据这个里面的话 他用LEN算出来有13个字 表面字面上13个字 可是呢 如果你算拜者数的话呢 那会是22个字 那里面总共差9个字 差9个字 那你想说9个字 那中文不是只有3个字吗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边呢 我刚刚讲 就是英文跟数字都算一个拜者 但是呢 如果你是全形的话 也是两个拜者 OK 所以这个地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 假如说你要做更精确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把这些呢 全部转成半形的 不过转半形的时候 会影响的只有英文或数字 中文不会影响 中文没有什么全形半形 因为中文一律是全形 OK 所以呢 转换的过程当中 会被影响的只有英文跟数字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 那你要怎么样转半形 转全形跟转半形 Big 5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转全形的 那哪一个是转半形的 ASC 有没有 其实 所以有时候 我今天也跟各位讲 你没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有没有 转半形 转为半形 Big 5呢 转为全形 OK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用ASC 去把这些字呢 全部都怎么样 转成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上面是全形 有没有 全部转成半形 转完半形之后呢 我再来判断一下 比如说我刚刚是抓这个嘛 那我把这个A2 有没有 LENB换成这个 打勾一下看看 你会发现呢 16 13 那你不知道什么 把什么呢 等于16 减掉 13 前面这个是LEN算的 这个是LENB算的 那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把它全部 先转成半形 中文不被影响 但是英文跟数字 通通都被影响了 所以 两个之间的差 差三个字 所以最后你可以怎么样 再利用什么呢 切前面的 因为刚好中文都在前面 所以这题比较单纯 如果你在中间 那又是另外的解法了 前面的这个 取几个字呢 取这个字 按个确定 资料库就过来了 所以理论上 应该这样向下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这边向下 这样子全部就把它向下 那这边也向下的话 那这边呢 应该理论上 应该也可以全部切出的是 都是前面的中文 因为这个没有中文 所以切 那但是我是分一个步 一、二、三、四、五个步骤 那一样嘛 如果你要把这五个步骤 凑在一起 变一个步骤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做完 做完就刚刚你看到那个答案了 好,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看那个书 你看半天还是摸不着头绪 那我后来是用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方法 来叙述来解这个问题 OK 所以提供你个参考一下 应该可以懂 那个我刚刚讲的 很多时候 你刚好你的资料里面 就是有中文、有英文、有数字 还可能有一些符号吧 那可是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便你只能突发炼钢了 慢慢去找了 可是如果你有一些方法 哇好快一下就把那个你要的东西 有点把它筛选出来嘛 就是有点像 对啊 掏金一样嘛 金质为什么可以分离出来 对不对 其实好像都用一些方法吧 OK 好 这个是额外补充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像我103吧 103里面的当然 我看103 这个就是可以有数字跟非数字 就是你资料里面有数字跟不是 但是你只要 可能你只要数字部分 怎么做 其实概念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还有英文跟非英文等等的 我想有兴趣同学可以先试说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再提出来 OK 好 这个是额外的一些补充题目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我们的逻辑 逻辑函数部分 逻辑部分的话呢 再来就是我输出 我要怎么样 按一下它之后 自动帮我把它置中 那置中的话 你想说 比较 因为你如果程式都不会写 怎么办 我刚刚之前讲过了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吗 对啊 录制聚集的话 可以怎么做 你要先 你先彩排一下 就是选它 然后再常用 再置中 你要先demo 就是先彩排过 把它控制自己 复原一下 再把它录下 其实你就会有你要的程式 假设啦 你不会写程式 那我是教你怎么样 拼凑一下嘛 至少你可以walk嘛 因为呢 你可以执行完啦 那一般人也不会看你程式怎么写的啊 反正可以walk就好了 那只是说如果你要更好 当然你就要再学一些新的方法 我先教各位第一个方法 录制聚集 OK 那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至中好了 至中 至中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一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对不对 所以它应该会帮你录下来是range h2 冒号h7 点select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会 再按下它 它会帮你怎么办 那个range 所以有个range 就有一个select 就有一个selection 那selection 点 它可能就是什么 水平的话 它的属性应该是什么 honironto 然后对齐的话什么 alligman 然后等于什么呢 center 好 录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停止掉 OK 好 这样就至中 然后把它 反 这样反 录完之后呢 你可以怎么再把它叫出来 在聚集里面 这边就有个至中 那你可以按编辑 编辑就是你刚刚写的东西 就写出来的东西呢 它理论上 我之前讲过 它第一个 会自动帮你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第二个帮你把程式放在那里面 所以我们 理论上应该切过 OK 所以你会发现哦 录完的东西会在哪里 哎 module 2 这个是它帮我们加的 第二个的话呢 产生一个什么 至中的一个程序 那里面写出来就这么多 OK 能不能work呢 其实也可以work 怎么work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啦 因为上面这些东西很讨厌啦 太多了 我都把它delete的掉 然后呢 当然你可以这样 就是再加个注解 注解就单一号开头 一 我选取了这些东西 二 然后我什么呢 我去做至中的动作 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它 录制去集 你不要的东西 它全部都给你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selection 里面的话 这个属性没错 其实我们只要这个属性 但是它连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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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通通全部都给你 包含什么呢 这个是水平的 这个是垂直的 这个rap 这个是折航的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 它是什么方向嘛 它方向 然后等等的啦 其实 最重要是有这一行嘛 但是它其他 录制没办法 不过没差 你这些 如果说你要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那里的话 你把它ctrl c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最下面这里 因为那个动作是至中嘛 所以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跑完程式之后 全部至中的话 你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或者是 还有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 打一个call call至中 意思就是说 我不call过来 我呼叫他就好了 OK 不然你call过来 旧的还在 新的还在 所以有的时候啦 所以你可以一直call 比如说你 假设你做很多事 那就call一二 call第几个动作 分别 没有 你又可以把它分一段一段的 这也是一个方法啦 我比较建议第二种方法 应该可以理解吧 他在这边模组 所以呢 我call他 他就会跑到这边来 我做一次 给各位看 基本上刚刚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按下他 因为我把这个先 再设个中断点好了 就是他程式到这边会停下来 否则你可能看一下子就过去了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输出了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设了一个中断点 那所谓中断点 程式就停在这里 接下来如果你要让他继续跑的话 请你配合F8 F8就是下一行的意思啦 让程式跑下一行 跑下一行 那你会发现哦 他就是帮我们把那个range的那个 H2到H7选起来 所以选起来 他选到这边来 OK 是这边对 然后呢 selection做什么呢 其实就自中就这一行 这个是水平自中 垂直自中他也帮我加了 那就是底下 不过实际上 其实只要跑那一行就好了 不过他等于是全部跑 把他全部执行好了 你会发现哦 他就自中了 但是哦 我是建议各位啦 其实录制聚集是一个方法 但是呢 他会录下一大堆 你可能不需要的 其实这边哦 里面需要的就是这个 Honry Rental Center 所以我的习惯会怎么写 我如果不用录的话 其实我直接怎么样 我干脆用什么range 自己打 如果自己打的话 你看一下 H2到H7 所以你就是 H2冒号 H7 你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范围 DN什么呢 这边一样会有 Honry Rental的 Oligum 有没有 好 你就把它选取 等于什么呢 自己打一个 XL 一定是XL 自中的话呢 一定是Center 其实哦 如果你不用录的啦 你自己打这一行就可以了 当然结果都一样啦 不过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实在不会写 你用录的 可是你如果会写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实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说我要针对我的那个范围 我去设定它的一个属性 它里面的一个属性叫做水平的对齐方式 后面的话呢就是我要自中 就这样而已 那那个录制剧集的话 它比较麻烦是 它会先select 这是一个动作 因为你滑鼠点了 点了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selection selection才去做 其实哦 一般我是打 反正我有时候不会写 我也可以参考一下 怎么写 我觉得基本上 我就不管那个select 这个 其实我就直接干脆把这个 搬到这个后面去就好了 比如把这个delete掉 然后这些东西的话 搬到这里来 这些怎么样 删掉 也是一样 OK 大概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反正聚集的好处是 它可以帮你先 给你一些东西 那你可以拿去修改 当然你如果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写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如何去做那个 至终的动作 如果你要做其他的属性设定 包含就是像那个什么 后面等于excel 然后 center 如果你是靠左 就excel net 右边的话 就excel right 它的习惯的那个对齐方式 习惯都会excel 开头 像刚刚我们向下追踪是excel down 它会有一个习惯性的那个 这个东西后面东西就是一个常数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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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